所有的病菌 所有的吸菌 所有的太阳化弹 我非常不行 这是身兼导演演员身份的邓安宁 二月盘令演出的画面 但她最近指导的《我的婆婆》电影版 17号开进后 演员杨明威 王少伟陆续确诊 现在就连她本人PCR也阳性 但收到通知在快筛却还是阴性 因为我一点症状都没有 就弄到一个快筛 赶快筛 还是阴性 到现在回家两天都还是阴性 快筛 丹安宁说即便如此 但还是隔离最重要 原本还想说演员康复后就可以继续拍 但现在轮到她又得延 运气有点不好 在平底锅上煎蛋 还说隔离也要有仪式感 然意的王少伟似乎还没接到卫生局电话 还没拿到防疫包或被协助隔离 在IG现实动态说I need help 对此北市卫生局回应 王少伟原本通报的居住地 疑似有问题才会延迟收到 而王少伟转贴的简讯正是饶食歌手 吕世轩的动态 26号PCR阳性还自嘲不负众望 据了解她27号还是反复发烧 目前持续在家修养当中 但演艺圈疫情也有好消息 北一女神蔡瑞雪拍片还原确诊过程 感谢粉丝家人医护外 27号更po出快筛杨转音的照片 看来距离出关日越来越近 眼看疫情稍不停 至于身为母亲的艺人陈明珍 则是担心双胞胎小孩的健康 带着他们到美国 24号接种辉瑞疫苗 还好目前都没不良反应 打算三周后让儿子们打 第二季后再返台 TVBS新闻下面讲 水云天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我用来找一个大视频 我用来找一个大视频 我用来找一个大视频